上班,天天去河里挖黄金就能养家,但是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说过,河岸上全是黄金吧? 这是一条国外的河,如果是国内的,天天应该自己也去逃了。 这条能够逃进的河称之为克朗戴克河,是加拿大玉空地区中部,阿拉斯加中部的玉空河的一条分支,河长约30千米。 据说这片区域,还是加拿大印第安人的一个发源地,这里常年气候温和,植物也很旺盛。 19世纪末的时候,这里被当地人挖住一条小溪用作灌柴,当河流水便小溪水分流,水被就浅了许多。 人们在河床上发现了金矿石和金沙,在阳光下显得金灿灿的,而位于河流附近的柏南渣小镇的人们,也沿着水楼台仙得月,他们最初在这片河里淘金。 据说当时镇上每天都能出几个百万富翁,这个消息在附近的镇子传开,吸引了一大批淘金者前往克朗戴克河淘金,但经过人类不分白天黑夜的淘金几乎枯竭,而这条河床在人类绣养生息后,就又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金沙。 看到这也反映了一个情况,人的贪婪真的是无止境的,就像一个黑洞一样,停不停不满,打不得整条河都是自己的。 好了,本速回来,再见。